我们来说说对冲基金 也称为避险基金或者是套利基金 是有多种金融衍生性产品 与工具结合后的一种基金了 那多半是以高风险投机为手段 而且以盈利为目的的基金产品 那么大部分的对冲基金经理 所追求的是绝对回报 也就是在传统市场下跌 或窄幅上行的时间 都能够创造高额回报 所以不论是市场是熊市 还是牛市都得赚钱 那么最有名的对冲基金 就属于金融大鳄索罗斯 所创立的量子基金 曾经是在1992年狙击英报 与大量的卖空泰铢 这就导致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那么在金融史上 也是留下了深刻的记录 让索罗斯的量子基金 成为了最著名的对冲基金 主要特色就是从基础投资项目 寻求绝对回报的另类投资工具